主震發生之後就一路向下 強調余震會越來越少 因為台東關山池上經歷兩天 發生規模6.4和6.8的強震 又陸續出現有感地震 真的把民眾給嚇壞了 因此地震策報中心主任解釋 近期的地震都符合逐漸衰減的模式 接下來的還會有余震 不過接下來的余震 就不會像現在所發生的那麼密集 外界也關心這次地震成因 有專家認為跟中央山脈斷層有關 但目前中央地震調查所發現 有部分地表破裂出現在池上斷層沿線 還有裂隙跟噴沙現象 但是不是釀成地震的主因還要調查 另有教授提出近期的地震 正陽有向北的趨勢 往北這邊的話 它比較有高的距離往北去 但前期向局長辛載琴就在臉書表示 每次都會出現很多地震專家 在解釋余震發生有向北移動的趨勢 但他認為花蓮會不會發生地震 還是要看當地地震能量的累積情況 跟余震無關 不過有地質專家提醒 全台目前有36條活動斷層 未來可能會再度活動 其中一條山腳斷層最危險 就在台北盆地西北方 40到70萬年前開始活動 陷落才形成台北盆地 目前還是活動斷層 余震破壞以後的余震 它會向各方面去破 另外一個是它能量很大 它會去牽動到旁邊的斷層 造成旁邊斷層在錯動 如果山腳斷層發生大地震 台北盆地會有一大塊地區會陷落 海水會從淡水灌入 那台北會有很多地方會被水淹沒 那可能有一部分的地區會變成沼澤 但地震側報中心主張三角斷層 就數據來看 目前發生地震的機率不高 民眾不用太過擔心 旁邊斷層